Io的配置Patch有兩種方式來進行 一個方法是到觸控螢幕處理器畫面 進入到前置放大器Free Amp的部分 在Source Select 音源切換的部分 左邊點選右邊將音源設備的音訊通道選定進來 最後靠用 雜音放大致 如果需要連續Patch的時候 可以到螢幕下圓的畫面切換按鍵 選擇到Io的畫面 在這個矩陣畫面裡面利用觸控 操作Patch連通非常容易 依照需求選定好設備音訊的端口 作到設備的通通道 直接點選連通的位置 隊員就完成了 螢幕了然、簡單、快速 當設備屬於斷線或者是離線編輯的時候 可以看到格子為斜線的狀態 一旦設備當機連線之後 格子會即時亮起 音訊也會即刻連通 螢幕切換到Io的畫面 在螢幕左上角切到Input的位置 接著選到Input Channel的欄位 矩陣的左邊顯示的是 回音機的輸入處理通道 上下滑動可以看到所有 全部的48個通道端口 在矩陣上邊的四個欄位 顯示音訊來源的端口 包括了Local、Xlink、USB以及iopo 點選Local欄位進入 接著在觸控螢幕裡面 左右拖動 就可以找到機身的全部端口 點選Xlink欄位 顯示的是 XQ連接舞台和Stagebox的輸入端口 和進行Page的畫面 點選進入USB 這裡是電腦音訊以及 隨身碟音訊輸出的通道端口 當播放電腦或隨身碟內的 音訊檔案的時候 就需要在這個欄位 將USB音訊Page進到回音機 點按左上角Source切換 切換到USB 是使用電腦 連接XQ可以多達32音軌 配取進到回音機 切換到XQ Drive 則是使用機面上的USB插孔 使用USB碟可以有16音軌 配取進到回音機 在iopo的欄位部分 當機身背後插上音訊介面卡 例如Dente 一旦連結了Dente設備 就是在這個欄位進行 點選Page 同時顯示來源通道 Page進到回音處理的配置 連續點選iopo 可以切換到更多的通道 左右拖動可以看到 多達128的音訊來源端口 輸入矩陣 點選到MissEisternoIn的欄位 在這裡面 回音機的輸出 也能額外插入其他音訊輸入源 在這裡面配取 例如一個TalkBit的聲音 或是一個環境收音 直接配取 要監聽 控制式 BGM 或者是房間 對於回音機的輸出音訊 一樣使用同一個矩陣畫面 可以完成配取操作 點選 Output進入輸出矩陣畫面 矩陣左邊分類了四個欄位 選到Input 3O 這裡是回音機輸入處理通道 直接跳線 配取到輸出的操作畫面 矩陣上下滑動 可以找到全部的通道 點選MissEisternoIn的欄位 這裡提供了回音機輸出音訊通道 可以配取到回音機輸出端口 或是其他用於外聯設備的端口 上下滑動 可以找到回音機的全部輸出 點選到Rack Effect 在這裡面 則是提供了SQ內建八組效果機的效果輸出 可以配取輸出到其他的設備端口 在Monitor的部分 則是用於提供給控台或是控制式人員的兩種監聽訊號 可以配取需求的監聽音訊送到其他設備端口 對於輸出Patch矩陣 在左邊的四個欄位 項目當中已經包含所有SQ的輸出型態 對照矩陣上緣的五個選項欄位 就可以進行Patch點選 對照需要輸出的音訊 前往到設備和端口 其中包括了N1 一個屬於N1強大的個人監聽輸出 點選到Ti-Line矩陣 這個工具可用來取代舊式的分線器 傳統的跳線盤 直接省略了配線 免去了許多硬體器材 在Ti-Line矩陣的左邊 顯示了回音機所有的輸入選項 音訊源和端口 在矩陣上邊的五個欄位 則是所有SQ輸出設備選項和端口 Ti-Line可以將音訊從SQ輸入源 直接傳遞到一個或多個目標點輸出 有許多應用 例如用於不再用回音機通道 將環境麥克風傳送到USB錄音 或其他設備端口 再例如五台音訊分配 跳過混音機的音訊處理過程 直接分配訊號到正負控 廣播混音、分軌錄音 N1五台個人監聽系統等等 音訊源 音訊源 音訊源